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十七集 他们总是痛苦地哀叹 哦 上帝 我们要变成什么样子了呀 我们该怎么办呢 哦 李翠 你怎么还在笑呢 他们慈祥的母亲也分享了他们的伤心 她记得二十五年前也为差不多一样的事情承受了很大的痛苦 她说 哦 我确定 当米勒商校的军团掉走的时候 我整整哭了两天 我简直觉得我的心都碎了 哦 我相信我的心也一定会碎的 丽迪亚说 班纳特太太说 哦 要是我们能去白里屯就好了 对呀 要是能去就好了 但是父亲偏偏要反对 基地说 仅仅是洗下海水浴 就会使我永远的身心健康 丽迪亚说 哦 菲利普姨妈也说 海水浴一定会对我的身体有好处的 基地紧接着说道 浪博恩家里经常传出这种持续的哀叹 伊丽莎白想嘲笑他们一下 但是羞耻心使她打笑了一切愉悦感 她再一次感觉到达西先生对他们的否定评价 她从来没有如此倾向于原谅她干涉她朋友和基因的好事 丽迪亚伤心了一会儿就过去了 因为福斯托上校的太太请她一起去摆利屯 她是位很年轻的女人 最近才结的婚 她和丽迪亚都有很好的性质和精神 因此一起相投 尽管认识只有三个月 却已经成为知己两个月了 这时的丽迪亚如此兴高采烈 她对福斯托太太是如此的敬慕 班纳特太太的高兴 基地的难过 这些都没法描述 丽迪亚在屋子里受误阻挡 呼唤着每个人的恭贺 以以往更加放肆地笑闹 而完全忽略了姐姐的感受 倒霉的吉地只能继续在小客厅里 用怨度的语气哀叹自己的命运不公 我不明白 福斯托太太为什么不叫我和丽迪亚一起去 她说 即使我不是她最好的朋友 我也只是想和丽迪亚拥有一样的权利 再说我还比丽迪亚大两岁呢 伊丽莎白试图向吉地讲道理 基因也劝她不要生气 但都是徒劳的 再说伊丽莎白自己 对于这次邀请并不像她母亲和丽迪亚那样高兴 她认为如果去了 一切都无法挽回了 于是她忍不住偷偷地向父亲建议不许丽迪亚去 她向父亲列举了丽迪亚平时不合举止的行为 说明和福斯托太太这样的人做朋友一点好处也没有 和这样的朋友去白里屯也许会更加荒唐 因为那边的诱惑要比这边大许多 父亲耐心地听完 说道 丽迪亚不到公共场合出一次丑事不会安分的 这次既不用很多的花费 又不用麻烦家人 这样的情况是我们盼都盼不到的 伊丽莎白说 如果您意识到因为丽迪亚的举止冒失 而引起别人的注意会使我们不利 而事实上已经不利了 我肯定您就会对这件事情做出不同的判断 已经引起了 巴纳特先生重复道 什么意思 他把你们的爱人吓跑了吗 哦可怜的小丽策呀 但是这不用担心 那些经不起风浪的青年不值得你去惋惜 来吧 让我看看 有多少可怜的人因为丽迪亚的愚蠢而远离你们 伊丽莎白说 实际上你理解错了 我不是抱怨受到了伤害 我只是大体上说而不是特指的 我们的价值 我们的社会地位 一定会因为丽迪亚的放荡不羁 无法无天的性格而受到影响 请原谅我这么直白 亲爱的父亲 如果您不想办法抑制一下 他那野蛮的脾气 让他明白 他现在的追逐并不是他一生的事情 他将无可救药 他的性格很快就要确定了 那样他才16岁 就将成为一个浪荡女子 弄得自己和家人都被耻笑 甚至会到极端低级的地步 他除了年轻 和有几分姿色 没有任何吸引人的地方 他愚昧无知 只知道博取别人的爱慕 而最终不能改变被所有人嘲笑的命运 极地也是同样的危险 无论如何 他都会遵循丽迪亚的引领 虚荣 无知 懒惰 完全不受管教 哦 亲爱的父亲 您能想象吗 凡是在有人认识他们地方 他们就会受人指责 受人藐视 还时常连累到他们的姐姐们也丢脸 班纳特先生看到他钻了牛角尖 便慈祥地握住他的手 回复道 我的宝贝 不要弄得自己心神不宁 只要在任何认识你和基因的地方 你都会受到尊敬和其重 你们绝对不会因为有两个 甚至三个愚蠢的妹妹 而失掉体面 要是丽迪亚不去白丽屯 我们在浪博恩就休想安静了 他就让他去吧 福斯托上校是个明智的人 不会让他真的干出什么傻事的 幸亏他太穷 不会成为任何人的目标 比起这里 他在白丽屯还不够格做一个浪道女 军官们会找到更值得注意的女人的 让我们期望他在那里可以得到一些教训 知道自己并没有什么价值 无论如何 他也不可能变得更坏了 我们总不能把他锁在家里一辈子吧 得到这个回答 伊丽莎白被迫表示满意 但是并没有改变自己的观点 只得沮丧遗憾地离开了 老想着这些事来增加自己的烦恼 并不是他的性格 他确信已经尽到了自己的职责 去烦恼不可避免的伤害 甚至为此而过分的焦虑 并不是他的性格 如果伊丽莎和他的母亲 指导了他和父亲谈话的内容 即使他们一致的大骂 也表达不了他们的愤怒 在伊丽莎的想象中 只要去一次白丽屯 就会获得人世间的幸福 他通过充满幻想的眼睛 看到了那玉厂附近的街道上 挤满了军官 他幻想着自己成为几个 甚至几十个不认识的军官 所关注的对象 他幻想着华丽的营帐里 挤满了青年 都穿着药木的红制服 他还幻想着自己坐在一个营帐内 同时和至少六个军官调情 如果他知道他姐姐想要扰乱他如此美好的愿景 他的感受将会是什么样的 他们之间只有他的母亲能够体会到 而且几乎有同感 他相信父亲绝不打算让自己去白丽屯 这让他很悲伤 所以丽丽亚去白丽屯 是对他莫大的安慰 但是 他们完全不知道发生过什么 一直到丽丽亚离开家的那天 他们都还一直没有中断地欢喜着 现在是伊丽莎白最后一次 去见伟汉先生 自从回家后 他们就经常见面 所以伊丽莎白激动的心情早就平淡了 因为以前的情意而感到的不安更是消失了 在伟汉先生首次打动他的风度下 伊丽莎白发现的里面 让他感到厌恶的虚伪和单调 他现在对他的态度 又成为了他不愉快的新的根源 不久他就又表示 想要重温就好 却不知道经过了这么多事情后 这样做只会引起他的怒火 再发现他选择的对象 竟然是一个如此懒惰和轻跳的人后 他就对他失去了所有的感情 他使劲地压抑着 只是忍不住在心中对他的谴责 他以为不管多长时间没有关注过他 又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只要是恢复了关系 就能够满足他的虚荣心 获得他的欢心 看到他这种神情 伊丽莎白尽管表面上忍住了 但是在内心里忍不住地斥责了起来 民兵团离开的那天 韦汉先生和其他军官到朗伯恩吃饭 问伊丽莎白在汉德福过得怎么样 他便说和费茨威廉上校 达西先生在罗欣斯一起过了三个星期 并询问他认不认识费茨威廉上校 您正在收听的是喜马拉雅出品的小说 傲慢与偏见 韦汉先生看起来非常吃惊 生气焦虑不安 可是稍微站定了一下 又恢复了笑容 回答说以前经常见他 说通过观察 觉得他是一个很有风度的人 并问伊丽莎白是否喜欢他 他回答说非常喜欢 韦汉先生立即又用一种 不太在乎的语气问道 您说他在罗欣斯待了多久 将近三个星期 伊丽莎白回答 韦汉先生问 您经常看见他吗 是的 几乎每天都见 伊丽莎白回答 韦汉先生说 他的风度和他的表力非常不同 是的非常不同 但是我想夺了解 达西先生会有进步的 韦汉先生用一种没有逃过他的表情 嚷道 哦 实际上 请允许我问一下 他改为一种愉快的语气 接着说 他的进步是不是只是一种演说 他是否在日常方式上表现得有礼貌了 因为我实在不敢期望 他继续用低沉而且更加严肃的语气道 期望他从本性上进步 不 我相信他的本性上还是和原来一样 伊丽莎白说 听到他的话 韦汉先生不知道该是高兴还是不相信 韦汉先生见伊丽莎白说话时 脸上有着难言之言 就感到害怕和焦虑 伊丽莎白接着说 我说他会进步 不是说他思想和礼节变好 而是说 您越了解他 就越懂得他的性情 为汉先生的惊慌 明显地表现在脸色发红上 并露出了焦虑的神情 沉默了几分钟后 他才摆脱了尴尬 转过脸来 用极其温柔的语气说 您非常了解 我对达西先生的感觉 您也很容易理解 我在听到 他也知道 在表面上假装是多么高兴 他的傲慢 如果不是对自己有好处 就是对其他许多人有好处 因为那将使他不再做出 我所遭受的那样愚蠢的行为 我只是担心 您所说的他的收敛 事实上只不过是为了在他姨母面前撞撞样子 让他姨母对他有个好的看法和印象 我知道 当他们在一起的时候 他都假装成小心翼翼的 这多半是为了想和德鲍尔小姐结婚 我敢说 这是他最在意的事情 伊丽莎白忍不住笑的一下 但是没有接话 只是稍微地点了点头 回应了一下 他看出来 为汉先生又想拿那个旧问题 对他发牢骚 他可没有兴趣来满足他 一个晚上就这样过去了 他还是装得和平常一样高兴 但是也没有打算再去讨好伊丽莎白 最后他们礼貌地分了手 也许都希望永不相见了 他们分手后 丽莎就和福斯托太太回到了麦里屯 在那里 他们明天早上可以早点出发 丽莎和家人的分别 与其说是伤感的 不如说是喧闹的 只有吉地流泪了 但她的哭只是因为烦恼和嫉妒 班纳特太太不断地祝女儿幸福 并让她不要错过了享乐的机会 这种嘱咐当然会被照办的 丽莎得意地大声嚷嚷着 再见 也没有听见姐妹们对她的斯文祝福 如果让伊丽莎白根据她家的情况说一下 什么是婚姻的幸福 什么是家庭的快乐 她一定说不出好听的 她父亲当初就是因为贪恋年轻貌美 而去了一个如此愚钝而浅薄的女人 以至于结婚不久 她对妻子的真情就完全消失了 夫妻之间的相互敬爱和真诚都永远地完结了 她也完全改变了对家庭幸福的理想的看法 如果是别的人因为自己而照之不幸 万万会通过循环作乐来发泄一下 班纳特先生却没有 乡下美景读书才是她最大的乐趣 她对她太太除了讥笑她的无知和愚蠢 此外没有亏欠别的感情 照理通常男人都不希望从自己的妻子那里取得这样的乐趣 但是明智的人也不能去找其他的乐趣 所以只好就地取财了 尽管伊丽莎白能够看出父亲不道德的行为 每次见到都会感到痛苦 但是她很敬重她的才能 又因为她对自己极为的宠爱 所以她也就想方设法地忽略了很多应该注意的地方 即使父亲不该影响到孩子们看不起妻子 以至他们夫妻越来越不能和睦地相处下去 可是伊丽莎白仍然不去想 说到婚姻的不美满对孩子的影响 她的体验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深刻 她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透彻地 察觉到父亲滥用才能所带来的伤害 如果父亲能够真正运用她的才能 即使不能使母亲开窍 也可以使她的女儿们保住体面 尽管伊丽莎白对韦先生离开感到高兴 但是民兵团离去后就没有什么让她感兴趣的了 外面的宴会变得乏味 家里也只剩下母亲和妹妹对枯燥生活的抱怨 基地在那让她纯心荡漾的人离开后变得正常了 可是另一个秉性难改的妹妹在白丽屯 只会更加地放荡不羁招惹祸端 总体上伊丽莎白对按她期望所到来的事情 并没有预期中的满意 只能再一次地把希望寄托于未来 满怀期望地活着 准备迎接再一次的失望 现在唯一所期盼的就是不久后的湖区旅行了 总比在家里忍受母亲和吉地的郭枣来得满足 如果再带上吉英就完美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喜马拉雅出品的小说 傲慢与偏见 作者 剑 奥斯汀 播讲 洛水勋 如果你喜欢 请点赞关注 更多精彩有声书 近在喜马拉雅 在喜马拉雅 在喜马拉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